有用户,以吴亦凡在视频中眼神涣散为由,散布他吸毒的谣言,晚间,吴亦凡工作室发表声明称,网上所传吴亦凡吸毒消息视频纯属造谣,恶意诽谤,实际情况是吴亦凡在等候采访的时候,哼唱歌曲,却被部分别有用心者,刻意歪曲事实真相。 我们宁愿相信吴亦凡是被黑了,看看网友们的态度就知道,大家都不相信,网友那条是什么东西说,支持吴亦凡维权,造谣者原地爆炸吧,这条消息获得了一万多个赞。 网友神秘心病男医说,凡凡到底要怎么做,你们才肯不诽谤他,他特别的努力,你们能不能看见他的好,你们知不知道,吴亦凡,这个大笨蛋有多好啊,此前,吴亦凡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约炮事件,后来证明是被黑了。 上个中国有嘻哈,也被黑,自从中国有嘻哈开播,吴亦凡一直受到各单位的冷嘲热讽,连村口卖牛杂的七审都知道,你有freestyle吗这样的浪梗? 其实,别管别人怎么黑,很多人还是买他账的,上至老戏古名导演,下至娱乐圈小鲜肉,都对他赞不绝口,大片街档无缝隙,就连过生日,也是半个娱乐圈在为他送祝福。 尤其是在国外,很多老外也很喜欢他。